… 你好,吃飯了 早安 終於放飯了,做了一天 很久了 還很久了 期待… 終於是死人了 先吃甚麼,這麼辛苦 這些不是我們的飯盒吧 又是吃飯盒 不是,很古怪 又說真的離地 你覺得不離地嗎 我已經覺得很離地 這麼緊密的行程中 可以安排一個這麼精美的便當 這件事已經離地了 這個便當好是好,但不是包張禁紙 寫幾隻字在蛋上 便能滿足我們吧 便當始終都是便當 知道你們辛苦了 早就準備好東西給你們吧 我是田村高一 我長大約63歲 我開始做了液體便28年 這個便當盒很漂亮 這個便當盒是日本著名的日光雕 是匿木園日光市傳統工藝 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了 用來製造的貴木 掌成至少需要一百年 所以這個木盒本身價值19萬日元 我希望可以製造的貴木 所以我希望可以製造的貴木 所以我希望大家協助 可以製造的貴木 18萬日元 所以我會製造的貴木 所以我會製造的貴木 就是栃木園或者日光的好東西 職人們的真面目的作為器和食材等 我希望能夠做到最高級的食材 想要做到最高級的食材 這是最初的起勾 全都是最高級的食材 想要做到最高級的食材 也想要做到最高級的食材 拍了幾百張,拍完了嗎 可以吃了嗎 吃吧… 好,我一來就一定吃這個最膩的 金箔魚子醬 魚子醬我也有吃過 但又配上金箔來吃 也是第一次吃的 蟹我也經常吃 但問題是它是一口肉 當然了,你看看樣子也知道 這麼大塊 出來了 你當然是黃牛嗎 應該是,18萬元 對,應該是最好的食材 我好像知道這個至今 只賣出了40個 我們41個可以享受到這個飯餐 例如,這個牛… 可能是凍了一點點 但它的生熟程度也很好 真的一樣是很鬆軟的 到女人第二個吃的食材 前品… 很漂亮 這是玫瑰花的和菓子 這是紅豆 還有櫻花 對,還有櫻花 真的很漂亮 其實這雙筷子也帶有來頭 你看到嗎 都是價值連成 而且摸上它的質感是很不同的 又會輕,而且聲音很清脆 它的雕花是一對的 那我不客氣了,我吃櫻花 導演,拍完了嗎 你們還在這裡拿雞嗎? 吃吧 乾杯…